我看到阿伯 他就是塞了钱 然后那个妹妹追在那个车 一直拍那种很心伤 严小姐看到车祸发生 进口车驾驶是米阿伯 一下车没戴口罩 拿了1500元 塞给机车骑士就要走 结果警察来了 更让他生气 他就说了一句 那个阿伯自己在车里面 不戴口罩是合法的 可是我有看到 至少30分钟 他下出车祸下来 跟人家讲话都不戴口罩 那他又跟我说 那30分钟他没有看到 发生在19号的车祸 过地点在中西区的超商前 驾驶口罩戴在下巴 激烈的争论 警察到场后群聚在一团 没保持距离 也不见袁警制止 夸张的是82岁的阿伯 全程拉下口罩 警方看到也没劝导 严小姐要求开单 袁警却回说 不关我的事 警方解释 当下驾驶说是 呼吸不顺才没有立刻取缔 警方事后调查韩宋 但是全国紧绷防疫之际 没有第一时间处理 让民众看不下去 只觉得防疫态度不够积极 据讲来观众林志慧 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